日前,云子制作技艺正式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 7月8日,记者走进位于昆明市关渡古镇的云子博物馆, 一睹国家飞移新成员的真容。 云子制作技艺始于唐代,胜于明清, 采用云南特有的玛瑙、紫英石等天然矿物原料, 经古法摇烧,并以独特的手工技艺低质成型, 是古往今来公认的围棋子中上品。 云子的制作工艺复杂,需经过选料、配料、滴质、打磨、清洗、分碱等步骤, 其制作技艺曾失传,后在众多匠人的努力下成功复原配方和制作工艺, 令云子重现历史光滑。 如今,创新正不断赋予云子新的生命力。 记者了解到,如今,云子除了研发出透红光的旗子和仿育款的旗子, 还被制成了多种工艺品,活在人们的手指上、脖颈间。 一盘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云子, 已从云南向往世界各地,成为中国名片。